現在體溫度得6度 本來平時我是會穿拖鞋 但是今天真的太冷 所以我就穿一雙鞋 這間餐廳呢 就是在台中市的西區 好 好 今天是什麼濃湯 今天的話是南瓜 南瓜濃湯 對 南瓜濃湯 好 今天有沒有這個溫沙拉 沙拉有 好啦 那我先坐下 路士咖啡 因為離家最近 所以我常常都來 主要呢 就有意大利麵 有麵 又有 resotto 另外還有薄薄 但是薄薄我沒吃過 原因就是 其實我一個人吃不到一個薄薄的 我最喜歡就是吃它這個 加80元的套餐 那它的溫沙拉呢 是十分之好吃的 其實我多數都會點這個白醬 起絲意大利麵 那個原因就是 我不吃紅色的意大利麵 那下面呢 我幾個都吃過 那我其實最喜歡過這裡的咖哩飯 這個咖哩飯很好吃的 還有一隻煎蛋 你好 今天晚上我想吃這個白醬 吃絲意大利麵 還有加這個80塊的套餐 然後我要冰的紅茶 冰紅茶 我這套餐具我真的很喜歡 因為這套餐具是銅的 我不知道是真的銅的 因為銅的顏色 但是 顯得很eleg的 用這套餐具吃東西都開心點 先幫你上下湯的沙拉 謝謝 謝謝 這個是溫沙律 這個沙律 目前在台中來說 我是吃過最好吃的沙律 為什麼這個溫沙律我這麼喜歡呢 第一就是麵包 這個麵包是烤過 真的暖和脆 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在台中吃過 這麼好吃的吐司 這個麵包幫這個沙律加了不少分 再來就是 沙律菜 很新鮮 這兩塊 烤過 鑊切的杏鮑菇 也是我的最愛 很香 很有口感 它這樣烤過之後 放在沙律上 放在沙律上 真的是 一個很用心的做法 蔬菜是新鮮 做法用心 就一定好吃 我很少覺得沙律是好吃 這個是小數沙律 我覺得好吃 這個南瓜濃湯 不過我最喜歡的 就是蘑菇濃湯 台灣的濃湯 跟香港的濃湯有些分別 香港的濃湯真的 好像有一個芡 加很多麵粉 這裡的稀度就叫濃湯 加了意大利香草 到尾也有夠香 剛剛就來了意粉 這個麥汁意粉的賣相也挺漂亮的 這個意粉是白汁芝士意粉 我在台中 吃過一些所謂的白汁意粉 好像湯意粉一樣 充滿水的 這裡就是汁 但是剛剛好 沒有很多汁在底部 白汁 就真的掛在麵上 不是變成湯意粉 意粉也夠彈牙 基本的 不然我都不會經常來吃 近又不是大曬的 要好吃才行 這間餐廳的蔬菜不多不少 又有些顏色 如果不吃蛋買的朋友 可以叫其他意粉 這個意粉水盡都OK 幾個creamy 香港都未必吃得到 有些顏色 意粉就吃完了 很適合我的口味 白汁芝士配菇意粉 簡直是天衣無縫的配搭 我介紹一下這杯紅茶 大家看看上面那個泡泡 我在以為是啤酒來的 但是這杯真的很好喝 我有一次下午就來過 這裡喝咖啡 那杯咖啡OK 但是因為晚上我又怕睡不著 所以晚上我通常都叫冰紅茶 如果各位有機會來這裡 試一下它的咖啡也OK 大家聽不聽到這裡的背景音樂是什麼 在播放英文歌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來這裡 除了它夠近之外 就是它夠chill 通常我一個星期日做完運動之後 那晚餐就會來吃 吃完東西坐在那裡喝杯東西 聽聽音樂 多麼享受 雖然現在外面 體感氣溫都錄到 但是喝這一杯冰的紅茶 絕對不覺得冷 只是覺得很爽的感覺 總括來說 這裡令我最驚喜的不是煮食 即是不是意粉和飯 我很驚喜的就是這一杯冰紅茶 和溫沙律 這兩樣東西在外面真的未必吃得到 餐廳又舒服 又令我家很近 各位如果去美術館附近玩的時候 可以過來這邊 感受一下這間餐廳很chill的感覺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訂閱按讚加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才不會遺漏任何一支在台香港人的影片 拜拜